今天我们聊聊香格里拉峰会上的中美博弈,以及在领空与领海的正面交锋,中国不接美国电话,不与美国军方沟通,美国真慌了,因为它真的怕中国战略误判,那后果会很严重,因为在今天,从实力的地位出发,中国在近海2000公里,绝对有实力,有资格,有能力欺负美军。 美军最喜欢频繁使用的一个词是战略误判。美军说,我只是带领小伙伴们到南海来自由航行。不是想和你打仗,请不要战略误判。我只是在你的领空边缘抵近飞行。不是想和你打仗,请不要战略误判。我只是到呆娃去溜达溜达。不是想和你打仗,请不要战略误判。我从来没有想过要打你,你也不要打我。 这就是美国说的战略误判。但是从佩洛西窜访之后,中国再也不接美国军方的电话了。美军失去了表达战略误判的机会。不接电话,美军就真怕了。因为他真的怕中国战略误判。如果那样的话,后果很严重。 中国只需要数枚高超音速导弹,就可以轻松击回美国的航母编队。四月的时候,美国众议院中国问题研究院,在国会里面搞了一场特别演习。 给国会的大佬们看,演习的主题就是,如果美国军事干涉中国武统会发生什么?结果一点也不出乎意料,就是一旦军事干涉。 美国在东亚的所有军事基地,会被中国导弹洗地。快速结束战争,美国的干涉屁用没有。 这场模拟演习就搞了两个小时就结束了。其实这是美国相关方面在警告一些议员。你们平时每天胡说八道说要和中国打仗。 喊喊口号可以,但别入戏太深。想用军事手段对付中国,那是嫌自己活得太长了。如果中国一旦战略误判,我们会死得很难看。 所以自从中国不接美国电话后,美国就不敢轻举妄动了。佩洛西窜访之后,人民解放军围岛射压。美军叫嚣要穿越台海,可是航母编队走走停停。最终还是折返到了日本。 因为美国怕中国战略误判,那他就可能面对里根号航母,打击群全军覆没的危险。 现在中国不接美军的电话已经快一年了。美国各种招数都用了。先是威胁,美国国防部亚太事务部长拉特拉说。 美国多次请求电话,都被中方拒绝。塔拉特说如果双方没有沟通的渠道,中美之间若发生冲突,代价谁也承担不起。 接着是蒙骗,美军国防部参谋长米利说。我们请求和中方的沟通。 希望共同维护亚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。 还有就是抱怨,美国国防部副部长卡尔说。 中方拒接我们的电话,是因为他们在实施一个新奇的计划。 用沉默来吓跑美军,逼我们放弃一切,撤离西太平洋。 总之美国一个月总有那么几天,密集的发生,各种要求中国接电话。 但是中国从来没接过。因为我们知道美国想说什么。美国想说我只是过来挑衅威慑你。 但我不想和你打仗,你别搞错了。带领自己的狗腿子到中国领海附近来耀武扬威。 以此证明自己是地球的求偿。 同时表达自己是亚太区领导者的地位。几乎是美军的日常工作。 现在中国不接电话。 美国心里慌了。 如果再去中国领海边上溜达。 中国会不会战略误判呢? 中国说我不接你电话,你猜我会不会战略误判? 就这样一来就要了美国的命了。 他的每一步行动就要顶着巨大的压力。 冒着舰队覆灭的风险。 中国不接美军电话。 可以说是真的把美军给整不会了。 要知道俄乌战争爆发以来。 美西方的北约与俄罗斯,可以说已经是正面交锋。 但即使如此。 美俄之间也保持着相互通话的红色电话。 以免战争失控制。 终于美国还是找到了机会,就是向格里拉峰会。 中国国防部长会出席,美国国防部长也会出席。 接着这个机会,美国疯狂地放出风声。 希望和中国军方在相格里拉对话。 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可怜巴巴地对记者说。 我最后一次和他说话是几个月前。 现在好长时间没有通话了。 我很想和他们好好沟通,这很重要。 希望中方能安排我们对话,希望他们能联系我。 奥斯汀似乎非常真诚,说得怪可怜的。 似乎都快哭出来了。 其实奥斯汀想说的是,我们已经好长时间没有欺负中国了。 我真的受不了,我想去欺负中国。 但我怕中国真的和我们打起来了。 可是打起来我们又打不赢。 不欺负中国,我们又没办法和我的狗腿子们交代。 我们聊一聊吧,求你让我欺负一次你好不好。 对于美国的请求,中国根本没搭理。 我们的国防部长在相格里拉会议上的安排, 根本就没有和美国会晤的这一流程。 其实中国就没差对美国喊滚犊子了。 只是觉得没价值搭理它。 美国不甘心,于是就又开始搞了老一套。 5月26日,美军一架侦察机蓄意闯入我临海附近。 开始了抵近侦察。 怎么说是抵近观察呢? 美国的飞行路线,的确就是在所谓的国际空域。 但离我们的领空非常近,距离广东只有50公里。 这又是美国的惯用伎俩,就是蹭一蹭。 你要不理它,它就越蹭越近。 这一次解放军干脆果断,派出歼16进行拦截。 歼16发出了严厉的驱逐警告,并以优异的性能很快就飞到了前面,让美军侦察机在自己的尾器中飞行。 看到形势不对,美军侦察机灰溜溜的飞走了。 美军的抵近观察失败,开始在国际社会上装可怜。 各种控诉中国,并将自己被驱离的视频到处发,说自己只是在国际空域飞行,遭到了中国空军的挑衅。 美国军方又开始提要求了,我们真的不想和中国闹矛盾,就是想过去溜带一下。 我们真的只是想和中国打个电话。 对此我只想说,真的太贱了。 美国战机被赶走了,海军又跑过来凑热闹,还带上了自己的狗。 6月3日,美国中云号驱逐舰,与加拿大蒙特利尔号护卫舰。 当日过航台湾海峡。 美国对加拿大说,谁说我不是老大? 爸爸今天就带你到中国去溜达。 中国军舰再次进行了拦截。 052第一型驱逐舰和56型护卫舰。 紧密跟踪并警告这两艘外国军舰。 在警告无效后,解放军决定采取强势行动。 展开了一场海上近距离拼刺刀。 中国军舰,在距离每舰150码内,突然改变航向。 以相当快的速度横切了过去,挡在前面。 美国军舰差一点就撞上了中国军舰。 在最近的时候只有130米左右。 面对解放军的警告和强势行动。 美国军舰吓得直哆嗦,不得不服软。 因为一旦撞击中国军舰。 接下来迎接他们的就是导弹了。 只能改变航向并减速逃离。 加拿大军舰战战兢兢地说。 你不说带我来耍威风的吗? 美国军舰脸色煞白地说。 他们怎么这样,太不专业了。 而另一边在香格里拉会议上,奥斯丁就开始念叨了。 我觉得中美应该展开谈话。 我最关心的是中国。 现在一直不肯改善中美两军的关系。 我希望中国能和美国好好谈谈。 接着他又声色俱力地说道。 但是中国不仅不接我电话,还欺负我们,霸凌我们。 面对欺凌与胁迫,我们是不会退缩的。 反正还是老一套。 美国要武扬威,是为了世界和平。 中国保护家园,就是世界威胁。 中国不让美国欺负,那就是不行。 听到了美国防长的话,我恍若隔世。 美国这个曾经的全球超级霸主。 在全世界哭诉自己被中国欺负与霸凌。 对美国的话,中国是怎么回复的呢? 我给你们翻译下,简单点说,中方的回答是。 你有病吧? 怎么每次说我欺负你? 都是在我的家门口。 你为什么总是跑过来被我欺负? 最后中方说,请有关国家管好自己的军舰和飞机。 看到奥斯汀的倾诉。 我突然就想起来美国经常说的一句话。 我首先想起了美国的一句话,从实力的地位出发。 解放军干得太漂亮了。 今天的这一幕,充分说明了。 面对美国的挑衅,我们随时做好了战斗的准备。